摆短不转球 总是摆不好 怎么办 想摆短呢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一个击球时间 落台以后 上升期出手 第二呢 拍琴呢 是要前勤一些 因为你是要摆不转球 如果拍琴后仰摆 很容易冒高 第三个呢 大家注意摆短 动作一定不能走得过于长 动作一定要短小 然后接触球的瞬间呢 有一个发力的动作 前勤但是有一个发力 千万不能去碰球 如果摆短当中去碰球 第一容易吃旋转 第二呢 容易冒高球 我们摆不转球呢 脚下到位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脚下没有到位 光用手的话 很难控制这个球 更难控制图线 所以说呢 首先我们在摆短的当中呢 是先动腿 先动腿 脚下一定要跟上 如果是反手位的摆短呢 上右腿 右腿 除非是反手的小三角 这个时候我们上左腿 其余的摆短 不光是反手正手 都一样都是上右腿来摆短 强攻进度 用心变革 如果是搓转的呢 是应该搓球的下半部分 下面 如果是摆短不转球呢 这时候我们的球拍就会立起来一些 前倾一些 这个时候呢 接触球的 球拍的位置呢 就是靠上了 这个时候呢 把球的弧线来压低 在接触球的时候呢 动作有一个点的动作 非常短 有一个往下磕的动作 磕的当中呢 有少少的一些摩擦 但是不建议摩擦的非常多 如果这球送的非常长 动作也拉的很长 摩擦的非常多的话 很有可能这个球就会搓的很长 很容易冒高球 关注国球会 看更多乒乓球视频